如果以现在腾上手持这么多股权来计 的确以京东是最成熟的 一来京东的赚钱能力也很稳固 二来京东自己本身也拆了几个东西上来 京东的物流 京东健康 也有绝对很强的融资能力 所以如果你从这个正路角度来计 他所谓一个可能见到儿子长大了 自己慢慢退出 又不是没有他到来 所以这个也未必是永远反垄断的 所以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要看看之后 究竟其他派息的动作是如何去表现 如果你说都是派股的 那可能真的慢慢去印证会议反垄断的举动 我找回《证券时报》发表的头版评论文章的标题 就是《腾讯选择瘦身,巨头结束造型》 就说反垄断背景下巨头减 这个聚焦主业应该是一种趋势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推测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 当然要看看究竟这件事对于京东 因为它不单有总值千亿的股份 那个沽压要消化 当然是中间因为大家都收到税股 如果沽出来的价格也会比市价低 大家在想是否跟腾讯的策略联盟 是否此情不再呢 昨天股价就插了下来 当然跌幅之后有收到D 昨天股价和昨天还没估计相对 没有再插下去了 那你怎样看这件事对京东股价的负面影响 还会不会持续呢 如果从这个动作来说 短期的负面影响一定会有的 昨天的股价告诉大家 是短期的解读比较负面 因为始终你讲真一句 都是被人变成减持 甚至乎当然减持的原意就是 这边有人沽 各边有人会接的 其实不是说没有人去要的货 只不过就是透过这样的所谓的减持 令到京东股东基础是散了 就是因为你派了给其他小股东 就是原本一个人持续 现在派了解释100个 那你股东基础就散了 还有你如你所说有些人会有税股 所以这么散的分布 自然对股价的波动 大家会觉得是更大一点的 一定会比你一个人持续 所以这件事就会形成 昨天第一个比较负面的解读 而大家因为昨天都未知 为什么会有这些沽货呢 曾经有些人 如果从京东的角度来讲 是否等于腾讯看淡京东呢 突然间监视它呢 所以我觉得也会对估计 昨天有些比较负面反应 但是如果从昨天终后段的消息 或者刚才说的那些 例如李嘉超回应反垄断好 又或者假设觉得京东自己成熟 能够有自己的能力也好 其实对京东来说 又不是那么负面的 所以我觉得股价有机会 慢慢做回一些修正 但是之后要看的就是当这些 因为暂时未过 随正未派的 应该是年刚才做完这个动作 所以要看到时 究竟这些税股出现之后 对股价还有没有多能的影响 因为你要真的透过腾讯这次派 而你持续一手的京东不用水股 你如果没有记忠 可能有十一手或十一手的腾讯 腾讯内的机构 对 才可以做到这件事 所以是要一定实力才可以 所以要看到时的税股 大家如何去处理 所以也有机会可能短期股价 之后来说 那一刻会有一些可能反复的条件 但是如果从业务面方面 我觉得这些变相减持 这些派出现来计算 其实暂时有对京东的业务 未必说有太大影响 甚至乎跟腾讯的合作 其实你在昨天腾讯自己的解释 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转变 似乎又不是说到 真的可能好像分手 迟前不再这么夸张 所以业务面我觉得不是太大冲击 但问题是短期 我觉得股权的架构 分布会是散了 对股价战有比较多的波动性 有梁小社也想问 他说他持有一手京东 有338元入价 想看看究竟是否要迟走 有没有机会弹或返家向 返家向有点远 返家向你也回答了 应该是困难一点的 因为330多元 所以不是说非常高 但始终 不要说只是今次事件 我想整个科技板块 要真的出现明显的上升 也会困难一点的 因为始终仍然有些政策阴霾 政策监管风险存在 但是之前也说的就是 譬如下年 如果希望监管没有再加剧之制 有机会这一集办法做一些估值的修复 因为至少今年 特别在这一转下跌得这么急 我觉得有点偏离有些机会面 有些是情绪上再主导下去 所以如果你有点修正 可能到时股价才会有些反弹 但还是反弹 不是大升 所以要多加少时间 多加少耐性去等 但是你说走不走呢 我觉得昨天这样一棍 你也没有走 你博一下这一刻 譬如今天或者短期 下星期回来 初步消化了这些被减持因素 有机会弹回高一点吗 我想如果你就算想走 也不要在这些位置走 我想如果有机会弹回高一点 例如去到大概286至285楼上 那你可能才想考虑去减少货 比较好一点 96-100 我们刚才有没有说过反弹目标 有 反弹目标 叫一些抄想follow up 有说过下个价格 如果有机会做一些反弹或修正 我只觉得看着大概280至290这些位置 但是你说要上分太高 刚才提到也可能会有点难 所以如果你说有货 我想看着那些位置 看你到时想不想减少一点 或者是重不重货